小玉说小玉 唯一一个不是妖怪的妖怪玉兔精 身份尊贵连宋空都不放在眼里 取经这个路上唐僧是81难 所有遇到的绝大部分都和这个妖怪有关 但在天竺招婚78难中的玉兔精 也或许算是唯一一个不是妖怪的妖怪了吧 按照原著当中的这个说法呢 玉兔精之所以会下凡变成这个天竺国的公主 是因为和这个天竺国的公主之间呢 有一段孽缘 玉兔精是下凡报仇来了 可即便是如此 玉兔精也没杀死天竺国的公主 这和所谓的妖怪完全不同 玉兔精没有害过任何人 也没有和其他大妖一样啊 有自己的小妖 在原著中 这个玉兔精将自己的武器 藏在玉花园的土地庙里啊 即跑到玉花园土地庙里 取出一条啊 对怎样的短棍 急转身来 头打行者 虽说在西游记的世界中 山神土地库啊 都是最低级的神仙 就算是带低级的神仙 对神仙而言 如果玉兔精是妖怪的话 怎么允许玉兔精将武器 藏在自己的妙语当中呢 同样在玉兔精所藏身的地方 山神和土地 同样不知自己的地界上啊 有妖怪 孙悟空是追寻玉兔 到达这个茅影山 询问当地的山神和土地 二神告知孙悟空啊 山中有三只兔穴 亘古至今啊 没剩妖怪 不仅如此 山神和土地还劝说 孙悟空要找妖怪得去 西天路上 此数没有 看来玉兔真的不算是一个妖怪 书中还可以看到 玉兔精啊 完全不怕孙悟空 一只玉兔精 能有什么身份呢 很多人以为 玉兔就是蝉蛾的宠物罢了 其实玉兔啊 真正的主人是太阴兴君 太阴兴君才是月宫的主人 月宫里有好多像嫦娥这样的仙子 嫦娥就相当于月宫里的宫女 孙悟空面对这个太上老君不怎么惧怕 但是见到这个太阴兴君的时候呢 却是毕恭毕敬 再后来 太阴兴君下凡来收服玉兔时啊 太阴兴君帮着玉兔精 向孙悟空求行 孙悟空也是连说不敢不敢 玉兔有这样强大的主人 身份自然也就很尊贵了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玉兔和玉帝啊 是同时期的上古之神 很早之前就是得道成仙了 所以根本不会把这个孙悟空放在眼里 关于此事大家怎么看呢 你们觉得啊 这个玉兔精是妖怪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